男人只想摆烂自己的亲哥哥给坑了 当上了至高无上的教皇 想着自己就做个极端误把 却被他的政敌皇帝拐上了床 丢了清白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大了肚子 两人的初次见面 就是在皇帝的家门一世上 教皇第一次见到年轻的新皇帝 英俊儿充满活力 而这么好看的人将宿定和他站在对立面 因为他们国家90%以上的人 都信奉圣托者 作为教皇他的权力仅次于皇帝 另一边皇帝也对教皇很感兴趣 那该死的气质深深吸引了他 内侍官见词就狗头地给他八卦起来 教皇真的很受欢迎了 看着又漂亮又有气质 据说他能当上教皇一半来自家族的利益 他是萨克森家族的次子 另一半原因 私底下都说他是靠脸蛋和身体诱惑了教徒 连大教主都对他死心塌地 还说他天天打着传教的人 每天混在各种混交派对 听此皇帝对这种人很是不息 这样的教皇肯定会把他的国家搞得无言同气 但要想扳倒他不需要置己置地才行 于是他就走向这个漂亮的教皇 剩下能出席我登基大典的派对 我感到十分荣幸 见教皇对他很是不顺 就像他敬了一杯酒欲表高兴 教皇看着久违难请 并没听出皇帝那些讽刺他和教徒关系好的话 犹豫片刻就闭着眼拔脚惯了一句 给出作为教皇的祝福 希望陛下多多散播爱 早日为皇室开支赛议 听到这种祝福皇帝很是不爽 心里不由吐槽还多多散播爱 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到处播种 转身皇帝就郁闷地去花园吹吹房 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多眼门的人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 走着走着就听到假山里有人在悄悄玩游戏 顿时满脸飞行 都是因为有这种教皇 才使这些人没有一点礼仪廉耻 他立刻逃离这个污秽之地 没走多远就看到教皇一个人坐在泉水里 原来盛夏也出来透气嘛 可教皇只是傻愣愣地看着他 他才意识到教皇这是喝醉了 看着教皇那红扑扑的脸 微微敞开的一击 不由让皇帝的心碰碰碰止 想到刚刚的遭遇 不会是出来找人玩游戏的吧 这是教皇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下一刻直接要给大帝来个亲密之处 皇帝一把就接住了他 不由关心起来剩下你没事吧 教皇明明瞪过好一会才搞清楚的情况 对着皇帝微微一笑谢谢 皇帝直接被他笑呆 为什么要这样寻他笑 是在诱惑他吗 皇帝表示不是他定力不够 他只是想深入了解下对方 加深双方的关系才能找到对方的作者 就这样醉醺醺的教皇 就这么被皇帝拐带进花园里的温室 他堂堂一个教皇 只因为皇帝长得太合他口味 就被他三言两语捧骗地去玩摇摇乐 摇摇乐一轮才刚结束 教皇傲托得久有清醒 脑海里忽然出现哥哥气急败坏的样子 猛然惊醒自己这是闯了大火 可千万不能被哥哥抓住 抓起衣服提起裤子就往处跑 皇帝正要挽留转眼人做跑眉影 留下他一人在风中凌乱 刚刚还和他玩得火热的人 一转眼就这样把他抛下了 怎么能对他这么的冷血 刚刚还如转世妖姬一般谈得大 难道是对他欲擒故纵 想通这点皇帝犹如醍醐灌 对教皇那是势在必须 第二天腰上不识传来的刺痛 时刻都在提醒着奥托 他淡了件了不得的大事 不仅在外面不知廉耻 对方还是个男人 更恐怖的是那人还是当今的陛下 他可是教皇整个国家宗教的行政 喝了点酒撑着罪意把皇帝点在杀了 没拒绝不说还那么主动 就在教皇苦恼之际是从前来禀报 皇帝陛下要召见他 吓得奥托想来被原地消失 但不得不去迎接皇帝 只见荣光焕发的皇帝大摇大摆向他走来 然后从身后拿出一束花地到他面前 贸然来打扰狠世抱歉 剩下能收下他吗 这种正是奥托哪里招架的主 害羞地接过皇帝手里的花 见此皇帝立刻补充道 这可是从皇宫温室里摘来的 听到温室两字脑子里全是马赛克 手里的花立刻烫手起来 剩下还记得那个令人沉醉的晚上 他这张帅脸加上道具不信奥托不少套 果然他听到满意地打我 只听对方十分害羞地说陛下我记得 这简直让皇帝心花怒放 顺着杆子就往上爬 昨天你突然就那么走掉了 我还以为你要借口酒后食 然后和我撇清关系 茶言茶语直接把奥托的后路给毒死 紧接着就羞答答地直奔主 我想用那种方式和剩下在相处下 这直求直接把奥托给打蒙了 不会是他想的那种方式吧 皇帝见他呆愣着更不好意思 难道剩下不愿意吗 奥托凝视着满脸通红的皇帝 是要我再次进宫吗 听奥托这么问皇帝不要太兴奋 他也可以直接到教堂来整他 这种事怎么可以在教堂奥托连忙拒绝 不用过一阵子我紫皇宫进检 可皇帝不依不饶地非要个具体时间 见奥托想搪塞他 他一把抓过奥托的手就是救命一下 剩下能给我个具体时间吗 奥托连忙甩开他的手 还是没逃过皇帝卖蒙讨好的美兰金 最终答应皇帝大后天进宫 这下皇帝目的达成 教皇简直比他想象中更容易贡献 皇帝和教皇本来是水火不容的存在 有天居然也能搅合在一起 让一众工人都惊掉了下巴 为了掩人耳目 奥托抱着圣经和神学书来谈神帝 所以两人一本正经地探讨神学 眼前认真给他讲述神学的教皇 让皇帝那是想如飞飞 对教皇讲的内容一点都不同 他更想知道关于萨克森家族的经营 以及教皇的私生活 可惜这些教皇不会讲给他听 奥托被他火热的目光 阴得不自在起来 你到底在认真听吗 皇帝表示自己很认真在听 不过剩下你的扣子扣错 奥托立刻强装镇定地把扣子扣好 这家伙根本就没听他在讲什么 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工人看出什么的 几个小时之前 他一来就被皇帝拉了进来 按在桌子上玩了好一顿的摇摇摆 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么能放得看 事后想想都让他无地自容 他以后每次去皇宫 都打着教授神学的皇子 到皇宫和皇帝进行野蛮的方式 只怪他自己经不起诱惑 皇帝说什么都满口大意 谁让他长得那么帅举止还那么温柔 还是第一个和他一起玩摇摇乐的人 虽然哥哥对他各种看不惯 但他觉得皇帝真的很好 就在他还陷在甜甜的恋爱中时 不知道自己大祸临头了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摇摇乐玩多了 感觉身体很乏力 也没什么胃口 就算勉强吃一点点又全部吐了水 摸着隐隐疼痛的肚子 想来最近的确是见面次数太多 每次见面又玩了很多次 看来以后需要克制下自己了 不过肚子是越来越痛 这是千万不能让哥哥知道 哥哥要是发现他和皇帝的关系 一定会扒了他的肚子 没想到堂堂教皇居然怀孕了 怀孕就怀孕吧 他还怀上皇帝的肚子 可能和皇帝一起玩摇摇乐次数太平反 导致奥托这段时间乏力不吃不下饭 现在肚子更是疼得要命 他不敢让哥哥发现他和皇帝的联系 只好找他的老师大主教求助 一上来他就向老师坦白了所有的事 大主教不敢相信自己评论 他的乖乖好徒弟听话又温数 居然能和皇帝发展成那种关系 确定这个事实后他就想原地成何 马上就可以享受退休的养老生活 看来是遥遥无望 奥托对此很自责但也很事无果 只见他泪眼汪汪的说 这件事我也只能和老师你说说 见他这样大主教想想也是 要是被塔克马尔公爵知道 他的乖徒弟肯定会被吴马分尸 还得需要他来给乖徒弟上好 那种事情做得太多的确容易生 先找个靠得住的医生来看一下 大主教没想到的是惊吓还在后面 让医生诊断了好几遍都是一样的结果 教皇大人他是怀孕了 这让大主教整个人都孕孕了 我的神啊 奥托居然怀孕了 男人怀孕也不是什么稀奇的 但据记载上次男人怀孕 还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可万万没想到这会降临到奥托身上 这到底算神赐的福气还是祖宗 孩子还是皇帝陛下子 大主教不死心地问 你外面还有别的奶吗 得到的结果是奥托羞愧的 说的也是他的徒弟一直都很乖 可如果这孩子是皇帝的事情就复杂了 抛开皇帝和教皇身份水火不容不暑 皇室更是把权力隐胜的萨克森家族 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就算对方是个歧视或者平民 都比皇室血脉这个结果好多 奥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摸着肚子 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皇帝陛下 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他们算什么关系 每次见面就为了做那档子事 如果皇帝知道他怀孕了 会怎么看待这个孩子 敌对家族的血脉 还是自己珍贵的孩子 不管是哪种结果 孩子很可能成为竞争的牺牲者 他们隔着权力地位 各自的家族双方的立场 注定他们不可能成为平凡的恋人 所以奥托决定拟瞒这个秘密 千万不能让皇帝知道 不然孩子可能就危险 教皇踹上了他政敌皇帝的态 为了能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他决定拟瞒这个秘密 这段时间都对皇帝避而不见 可顾了那头没顾好就到了 塔克巴尔公爵发现 弟弟最近很是起步 虽然他本来就傻乎乎的 最近更是长时间都在发呆 整个人看起来也无精打采的 无奈他最近领地上有急事要去处理 于是就委托奥托的竹马 帮他去看不醒 另一边皇帝一连几天都没见到教皇 连做梦都是教皇抛弃他另寻了新欢 所以一大搞皇帝整个人都阴沉沉的 不行他今天必须要见到教皇 再这么下去他的教皇要跟别人好 可万万没想到当他来到教廷 还真有人截足先登了 就是先太一步来看奥托的竹马 对于皇帝出现在这里很是惊讶 他上前很有礼貌地向皇帝请问 表示自己是来祈祷顺便看望下教皇 皇帝对罗伊是满满的敌意 罗伊男爵在社交界可是丁丁有名 依靠萨克森进心的关系 继承了家族的爵位 是一个男女同吃的花花公子 更是那些乱搞派对的主导者 皇帝顿时阴阳怪气起来 没想到男爵和教皇的关系 好到可以私下见面的地步 罗伊解释道他和奥托是发小 从小一起长大 这下皇帝彻底打发了促谈 发小还奥托 他都没这么叫过 还从小一起长大 不会还是初恋吧 皇帝一脸阴沉 一种诡异的氛围逐渐在三人中弥漫 不愧是教皇大人的发小这么前程 一大早就来祈祷 罗伊轻虚地表示没有陛下情 皇帝立刻显摆起来 我可不是来祈祷的 最近圣上都在亲身教授我神学 为了更好的深入交流 圣下常常进宫去我私人办公室 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这下正中罗伊吓坏 他正好搞清楚奥托最近都在干什么 可就在皇帝还在夸夸气谈的时候 一旁的奥托突然站立不稳晕了过去 皇帝慌忙地抱起奥托着急的大喊 圣下你怎么了 御医快传召御医 这下教皇怀孕的消息 还会不会瞒住皇帝吧 教皇因为怀孕犯困突然晕倒 吓得皇帝慌忙照来御医 一番诊治之后教皇却只是睡着了 皇帝不敢相信御医的话 好好的人怎么可能会这样 御医这才说明缘由 剩下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因怀孕导致太累了而已 听到这个消息皇帝直接愣在当场 脑子一下子陷入了混乱中 怀孕怎么可能 男人怎么会怀孕 据说得到神祝福的男人会怀孕 可这是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教皇身上 那么这孩子是不是就是他的 都怪自己没有做好防护措施 突然他想到和教皇玩摇摇乐的不止他一个 那么说孩子也不一定是自己 说不定就是那个发小的也不一定 这下皇帝更纠结了 他首先吩咐御医对这件事好好保密 不能让任何人知晓 过后他轻轻抚摸着教皇的脸庞 想想那种可能就让他满心期待 另一边罗伊回到萨克森城堡 就把发生的事告诉塔克马尔 塔克马尔对弟弟突然晕倒很是担心 但听说御医诊断的没什么问题 这才放下心 可能教皇的公务太多了吧 很快他的重点就转移了 皇帝为什么会去教廷 罗伊对此并不觉得不同 别看这个小皇帝20岁就继位了 但做起皇帝有模有样的 人不仅聪明博士也处理得很好 很受百姓的爱戴 更是和先皇也不一样 对教廷和他们这些贵族没有什么恶意 听他这么说塔克马尔四走 你的意思是他为了和教皇打好关系 虽然是这个意思罗伊总觉得很奇怪 想到皇帝向他炫耀 他们经常去他的私人办公室独起 还有奥托晕倒是皇帝是那么着急 总觉得他们的关系说不上的鬼 不过不管怎么说 趁这个机会改善下 皇室和教廷剑拔弩张的关系也不错 教皇在床上睡了很长时间 一醒来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守在一旁的皇帝听说吃樱桃对孕妇很好 就开始亲自给他喂樱桃 还一边回答他的问题 这里是我的房间 御医说你太累才晕倒 然后啰嗦了一大堆 让他照顾身体不要太累之类的 等他回到家后趴在阳台上 满脑子都还是皇帝体贴入微的声音 连皇帝的房间的空气都充满着香气 突然他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是御医帮他诊治的 难道没查出他怀孕了吗 是没发现才说我太累才晕倒的吗 可他是怀孕犯困睡过去了 不行他不能这样放花痴了 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迟早都会暴露的 教皇总是控制不住对皇帝放花痴 以至于忽略了最重要的问题 不知道皇帝发霉发现他怀孕 既然他媒体是不是御医没诊治出来 就在他胆战心惊之时 砰的一声房门一下被撞砍 吓得奥托魂都飞了两头 转头看到哥哥不由的空 吓死我了哥下次来能不能先敲门 塔克马尔直接无视他的话 今天皇帝来教廷找你了 听了这话奥托心里咯噔一下 是不是哥哥发现了什么 而塔克马尔只想知道 皇帝和他弟弟交往甚至 到底有什么目的 他们家族与皇族的恩认可谓历史悠久 很久以前两大家族并肩作战抵御外敌 经过两家军队的不懈努力 终于迎来河北 随后在圣托教教皇和信徒的支持下 建立了新的王军 而两个家族也为了争夺皇位而反目 更是因为两个家族的大功同时迷恋成教皇 简直势如水火 最终实力稍强的卡洛斯家族夺得了皇位 而萨克森求爱成功取到了教皇 至此两个家族结下了不解之仇 这个仇恨一直维持到现在 所以他不相信皇帝只是和他弟弟打好关系 皇帝找你是不是真的只是探讨神学 面对哥哥必问奥托心虚起来 生怕在哥哥面前露出马脚 狡辩到陛下亲自拜托我 我也没理由拒绝 况且他还是这个帝国的皇帝 对这个说法塔克马尔明显不信 他的弟弟可没有那么积极主动 而奥托表示自己无法理解两个家族的厉害关系 没有必要一直憎恨对方 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 还一个劲地夸赞小皇帝 好给哥哥上点眼药水 这反而让塔克马尔对弟弟行为起来 就顺手推舟 听你这么说皇帝的确不错 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 奥托听他这么说还没高兴起来 就听到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消息 哥哥要邀请皇帝来自家做客 还没等奥托找理由拒绝 哥哥直接把他后路堵的死死 这次皇帝来访我们萨克森家子 除了表明自己的立场 也给其他贵族起到模范作用 见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奥托内心反而有点小期待 塔克马尔目的达到就准备离开 突然想到外界那些传言 最近关于你不好的传言越来越多 说你私生活混乱 和各个贵族都搞不伦的关系 还组织各种混乱的派对 奥托也没想到这谣言有这么离比 塔克马尔安慰道 最近那些异教教徒非常活跃 到处散播这些恶意的谣言 好来削弱教皇的权威 对这些你不用太在意 最近更是谣传你和皇帝是恋人关系 还说你们偷偷有了的孩子 简直天方夜谈 这下奥托直接要吐显了 真相就这么以谣言的形式传出去了 皇帝第一次去心爱的教皇家里 满心期待的就是 能在教皇的房间里发生点什么 有了哥哥的授意 奥托满心期待邀请皇帝到家中做客 听到教皇竟然邀请自己 皇帝连忙满口大目 毕竟皇帝也想去会会这位萨克森公主 年纪轻轻就能带领整个家族整治个心 不过他更想去参观下教皇的房间 奥托立刻表明自己的房间很乱 皇帝却说这样才有生活的气息 他的房间太干净了显得冷冷清清 奥托却觉得皇帝的房间他更喜欢 小皇帝立刻凑到他耳边道 你要是喜欢 那下次就去我的房间玩摇摇乐 奥托被调戏的满脸通红转身就要走 可不甘心就这么走啊 回来抓住皇帝的衣领就是一顿揪咪揪咪 皇帝直接被撩拨的呆愣在原地 做坏事的奥托急忙大步的离开 对于刚刚打大的行为后悔度 他也是男人怎么就对他忍不住心动呢 想到肚子里的小家伙 怎么也应该克制下自己 几天后皇帝如约赋宴 奥托深刻体会到社交的牛白 因为这个气氛简直太诡异了 哥哥一副宽和无害的样子 可看起来天真无邪的皇帝相谈圣欢 看他们相互吹捧来回的打太极 真心替他们感到心泪 最后塔克马尔说出这次的主要目的 异教最近很是猖獗 已经渗透在各个贵族之间 他需要借助皇帝的力量来调查贵族 好铲除对弟弟不利的威胁 而皇帝很快就答应了塔克马尔提议 可以趁这次调查的机会 查出和教皇交往胜利的能力 就可以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 到时候只需要悄悄处理点 不过他一定要知道 是怎么才能使教皇怀孕的 而一边的奥托英怀孕的关系 饭量猛增一直在埋头虎盖 塔克马尔看着一摞摞红盘子皱起眉头 奥托今天胃口很好吗 你怎么吃这么多 平时不是只吃一点点吗 奥托一经一世不知道如何走 一旁的皇帝沉下了眼 看来他肚子里确实有个喊 不过很快就打起了原尘 剩下最近都受了多吃点也没关系 然后把盘子的食物也喂给他 看到这幕塔克马尔很是惊讶 他们两个的关系怎么就这么好 吃完饭后 皇帝就要求奥托带他去参观自己的房间 这可是皇帝最期待的环节 到时候就剩他们两个人独处 想想还真让人兴奋 这两个男人真是太胆大了 在哥哥的眼皮底下也敢去玩摇摇乐 也不怕被现场抓包 皇帝终于如愿地要去叫皇房间做坏事 不对应该说是参观 半天都看得着吃不住 皇帝的心早就像被猫抓一样 刚走进房间 皇帝就迫切地搂上奥托的小男腰 更是身体力行地让奥托感受他的热情 奥托哪里经得住这么了过 立刻羞得满脸通红 可想到哥哥进他房间都是不敲门的 他想都不想的就拒绝 但看到皇帝一脸失望的神情 他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不用脱衣服也可以帮助到皇帝 以前他和哥哥一起接受教育课时 不明白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 哥哥告诉他是为了取悦对方 那种东西是延续种族的传承 所有兴奋的神经都集中在那里 相爱的两人 为了让对方开心就会努力取悦对方 所以奥托很努力去服务皇帝 以至于事情就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塔克马尔现在在四处寻找他们 不是说参观城堡吗 怎么找了一圈都不见人 难道去奥托的房间里去了 想到这里就往地底房间的方向走去 而房间的两人听到一声巨响 把奥托的魂都吓掉 以为是哥哥闯进来了 原来是床头的书倒下去 皇帝这才注意奥托的房间 并不是他想象中的珠光宝器 而是堆满了各种书籍 除了神学还有涉及到各个领域的书 怪不得教皇的知识这么渊博 这个教皇真是越看越让他心动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哥哥的叫喊声 两人猛然被吓得弹跳而起 奥托想多不想要往外闯 在皇帝提醒下才赶紧穿上衣服 两个男人在房间里开小会开得太紧 就被哥哥找上了门 听门外哥哥的叫喊声 做了坏事的两人被吓得弹跳而起 奥托着急忙慌地穿好衣服 打开房门就见哥哥站在门口 以免哥哥发现屋里的皇帝 他慌忙用身体挡住哥哥 借口说皇帝要来参观他的房间 所以他提前来收拾一下 知道弟弟房间的确很乱 塔克马尔倒没怀疑什么 只是问皇帝去哪里了 奥托连忙找了个理由 皇帝闹肚子去洗手间了 这让塔克马尔顿胆多 皇帝可不能在他家出任何事情 见哥哥要请医生奥托立马保证 皇帝没什么问题一会儿就出来了 塔克马尔这才放心 见也没别人就想和弟弟说点贴旗话 他看得出弟弟和皇帝的关系很好 通过今天的观察 他感觉这个年轻的皇帝也不错 奥托从小不爱社交一直都很一代 现在还被他硬逼着当上教皇 上次还因为劳累晕倒了 奥托只想不是因为劳累 可他总不能说自己怀孕了吧 如果奥托没有当教皇可能会更顾问 想和皇帝做朋友就做朋友 奥托心想现在他们已经都亲近了 塔克马尔只想说 教皇这个职位本身就背负各种权利 你需要时刻认真对待 但如果你要真的很喜欢皇帝的话 就不要管什么家族教皇了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 我会永远支持你 毕竟是我的野心让你背负那么多 既然我是一家之主 所以你就应该活得随心一点 听了哥哥的话 奥托很是感动 连人家二少爷不是当官就是联姨 哥哥却这么纵容他 再说他也没有讨厌当教皇 当上教皇后他学到很多东西 而哥哥一直为了家族而民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能当到哥哥 塔克马尔高兴一下勾住奥托 他的弟弟真是越来越懂事可爱 不过怎么衣服还乱糟糟的 有客人在衣经还敞着赶紧扣起来 奥托心虚的赶紧扣好扣的 温情话刚一说完就开始唠叨起来 就是因为有客人在他衣服开这样的 门后的皇帝听到他们的对话 陷入了沉思 这个萨克森公爵跟他想象的很不一样 皇帝和教皇最近经常偷偷玩摇摇乐 简直越来越大胆了 一个不小心还被人发现了 有了哥哥的默许 教皇经常去和小皇帝两人拍小火 你哥哥那是默许你交朋友 这种朋友的交法确定不会把哥哥气死了 作为教皇的助教第一个发现出不对 皇帝最近经常召教皇进宫 还经常找一些无关紧要的借口 跑来教廷见教皇 但想到那种可能就被他一口粉定 他们那种身份怎么可能 肯定是自己想多了 当他亲眼看到教皇和皇帝竟然滚在一起 他简直不敢相信 皇帝和教皇从什么时候好 这简直惊世骇俗 况且奥托还是反帝派家的公子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狗血地下情 明明教皇是个善良的乖孩子 怎么变成这样了 接受不了痛心疾首地跑开了 这个动静让皇帝一下就发生了 不过教皇在怀 他可不想浪费这么美好的时光 想到奥托因怀孕的饭量大增 这天皇帝给教皇带来很多好吃的 想让你吃到新鲜出炉的 我可是跑着过来的 这样的皇帝好像一只摇着尾巴的大狗 又把教皇迷得不要不要的 当然小皇帝带来的东西还是挺好吃 而皇帝则目不转睛看着教皇吃东西 可能因为怀孕的关系 剩下吃的格外的香 要不要问剩下还喜欢吃什么 很快他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高傲的男人绝口不提他怀孕的事 还和他安然保持着这种关系 是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吗 而且最近他也只跟自己见面 皇帝突然释然了 纠结这么多干嘛 如果不知道是谁的就当是自己了 帝国还能有比他更优秀的女人吗 而且他还是帝国的皇 没有任何人比他更适合当教皇男人的 皇帝脑补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反正教皇天天和他腻歪在一起 肯定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如果他把教皇肚子里的孩子当成自己 这样教皇是不是会成为他一个人呢 犹如打通了人通二脉 教皇等于就是他老婆了 看见奥托嘴角沾上了面包鞋 伸手就帮他弄了下来 顺手就喂进了自己的嘴巴 老婆的味道比想象中还要美味 两人在这边甜甜蜜蜜 全被躲在他们不远处的教皇助教看在眼 自从上次看见皇帝和自家教皇玩摇摇了 心里算是恨上皇帝了 他们纯洁无瑕的教皇肯定是被皇帝给看了 这怨恨的眼光让皇帝一下就发觉了 为什么一直用那种眼神看着他 于是好奇地询问奥托 那个甜甜跟着他的那个黑发祭司是谁 奥托解释说他是辅助主教 也就是他的助教 还是他读书时的好朋友 皇帝听他这么说 那岂不是甜甜和教皇待在一起 还认识那么久了 是不是也是剩下的男人之一 光脑补就补出一场大戏 以至于气呼呼地拿着面包出气 教皇看着空空的篮子有点意犹未尽 面包好像有点少了 皇帝这才发现他拿走了最后一块面包 他已经特意多买了 没想到怀孕的教皇居然都吃完了 他赶紧把手上残破的面包递给教皇 本想说下次多买 突然灵光一现 不如剩下和我一起去更正交友吧 这些面包就是从那里买的 那里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到时候还可以到环城湖去游船 听皇帝说的好像去约会一样 就死了他心 可教廷还有很多事物 但看到皇帝气叹的小眼神 拒绝的话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作为教皇的确也要去看看信徒们的事 那就借此机会出去看看 教皇本来想和皇帝来场烂门的约会 却被哥哥扼杀在了摇篮里 听说奥托和皇帝去东镇交友 塔克马尔怎么也不放心 最近一图一城的活跃 虽然东镇还不算严重 但不能不好 所以当皇帝第二天看到罗伊男爵的时候 真是满腔的愤怒 突然多个电灯炮哥谁心里都不赎 何况青梅竹马这瓦数特别高 而且他还没正当的理由赶走他 因为罗伊不仅是奥托的发小 还是萨克森的护卫和骑士负责人 罗伊家族前身就是萨克森家族的骑士 而且奥托相对比较信任他 见赶不走这个讨厌的假想 皇帝要求他要心不存在一样 安静地在远处护卫他们就可以了 说完还不忘回头恶狠狠瞪了罗伊 油腔滑掉真是越看越考验 当注意到教皇一头漂亮的影发 这也太引人注意 想也不想就把自己帽子戴在奥托头上 奥托很不赞同这一 皇帝却轻辅奥托的影发 感叹真美 毕竟萨克森遗传的这头明亮的影发 比他这头黑发显眼多了 三言两语就劝得奥托急忙戴好帽子 趁着这个机会皇帝开始下套 我们这次属于秘密初选 为了隐瞒身份我们就别避下圣下的教了 我们叫对方名字吧 还主动提出让奥托爱称他海英德就可以了 奥托羞怯地转身大步离开 皇帝急忙跟了上去 有什么问题吗 我也想用爱称来称呼圣下 什么爱称叫我名字就可以 皇帝绕了半天目的终于达成 那我以后就叫你奥托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小皇帝嘴里叫出他的名字格外的爱美 就这样叫我吧 我也叫陛下的死者 到时候别致我们大不敬之罪 皇帝跟紧奥托 难道一只大不敬不是我吗 身后不远处的夺医 看到两人相处这么温馨 不知道塔克马尔看到这个场面 会有什么反应啊 这个教皇是彻底文献了 他的名字光从小皇帝嘴里叫出来 就格外比别人叫的婉转动品 可表面还要装作一本正经 内心却是恨不得大声坚决 还好哥哥从小就教会他 贵族之装枪做事法 让他做到内心对皇帝泥的不要不要的 表面还能云淡风轻的和小皇帝相处 趁着电灯炮不在的机会 爱情的小伙花擦得霹雳巴拉了 而守护在殿外的电灯炮罗伊 却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熟人塔尼伯爵 他的领地本来在边境区 据他说是来这里游玩 不巧的是被他看到了教皇 他就不应该来做这次的护卫 这下又该不知道怎么编排他和教皇了 还好他没看到皇帝 所以他很快就把人打发走了 不过看着要去游湖的脸 这要是被人看到了 社交界可是要翻起热潮了 皇帝把小船是越滑越雨 最好离开那个讨厌鬼发小的视线 远离了人群后小船上就他们两个 像这样直呼对方的名字 就像是普通人一样 其实奥托多希望他们不是教皇皇帝 那样是不是就可以直率地表达内心 是不是就可以问海英德 能不能给他生个孩子或者和他结婚 肆无忌惮地和他告白 然后正大光明地和他生活在一起 共同哺育他们的孩子 可惜这一切都是妄想 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哽咽起来 皇帝见状立刻紧张起来 奥托连忙借口说自己只是有点怨恨 这还是他第一次出来坐船 没想到这河水的颜色是这么的美 见此皇帝就把这条河的传说告诉了奥托 天神最后失去自己的爱人 痛哭了几百年泪水就会成了这条河 奥托不禁为这位天神的痴情感动 皇帝表示自己要是失去奥托 也会痛苦落泪数百年 这直接把奥托闹得大红脸 皇帝也不好意思起来 虽然我不能活数百年 但我只是想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 气氛也在此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两人的身体连碰触都没碰触到 而两人的心情莫名地很是愉悦 堂堂教皇的肚子里竟然揣了小肚子 这让本该退休的大主教被迫平心上岗 就为了让自己宝贝徒弟能好好养态 当初塔克马尔把奥托交给他时 自己不过为了利益就随便带子 谁曾想这孩子那么乖巧善良 一点都不像他哥哥塔克马尔 同一个娘胎出来的两兄弟 既然会相差这么多 在教导奥托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投入了真心 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般 本想着把奥托送上至高无上的教皇之位 就可以功成身退 谁曾想这乖徒弟一个男人既然怀孕了 男人怀孕倒不打紧 可他怀谁的不好偏偏怀上了皇帝的肚子 能怎么办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 眼看肚子都要显怀了 他只能想办法帮奥托隐瞒下去 正和奥托商量的后面怎么打算是 始作勇者皇帝这时候要召见教皇 很快大主教就跟着教皇来到皇宫 对于大主教的到来皇帝热情的欢迎 并告知今天是为了处理圣堂的元帝经 这点小事需要皇帝和教皇亲自处理 大主教很是生气 把他徒弟肚子搞大了不说 还天天给教皇找事做 真是越看皇帝越看不上眼 这边皇帝正是还没谈两个 立刻就凑到教皇面前说起悄悄话 一点都没把大主教当外人 气得大主教手里的笔都捏断了 而正在你们我能的两人并没注意到 皇帝更是得寸进尺握住奥托的手 忍无可忍的大主教咳嗽一声打断两人 陈年纪大了耳朵有点费 两位这么近的商议陈听不清 这下两人才有所收敛 可怜天后的皇帝好不容易找理由把教皇约出来 怎么甘心浪费这些机会 又抓起奥托的手对大主教说 刚刚就说了点私事 你不用在意我们 我和教皇私下的关系非常好 以后我也会经常去拜访圣庭 这样也能促进圣教和皇室之间的关系 大主教只想翻白眼 他们是什么关系他还能不清楚吗 现在都搞出人命 还在这给他装大尾巴狼 以后还要经常去教廷见面 这还得了 不行不能让他们再这么下去 教皇洗澡时发现肚皮已经微微容起了 而且最近的腰带也越来越紧了 就想起白天老师对自己说的话 老师说的也对的确不能和皇帝再见面 而且他今天才从老师口中得知 怀孕初期是不能和皇帝玩摇摇摞 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和皇帝胡来了很多次 也难怪老师会那么生气 幸好没出什么大事 以后随着肚子越来越大 再胡来迟早会被皇帝发现 看来以后必须要保持距离了 老师的话也让他思考起和皇帝的关系 对方那可是皇帝他的正面 对自己也许就是逢场作戏 怎么可能真心实意爱上他 可是他一想到皇帝心就扑通之地 看来注定只是他的单恋 他无法质问皇帝怎么看他的 何况他们第一次只是因为一场罪局 然后稀里糊涂保持着这种关系 不过现在也不重要了 他已经决定独自生下这个汗 到时候肯定会和皇帝分开 他绝不可能让孩子沦落成皇帝的私生 他打算尽快卸下教皇一职 悄悄地带着孩子远离这里生活 皇帝今天见教皇闷闷不乐的 以为是上次由于大主教宰 两人没能腻歪在一起的云音 刚想要给教皇来个爱的贴贴 就被教皇躲了过去 接下来更是让皇帝不可置信 教皇今天不仅对他兴致淡淡的说 还说后面要忙着祈祷会的相关事 短时间内无法再见面 这还是教皇第一次拒绝他身体上的接触 而接下来几天 皇帝不管找什么理由败法都被拒绝 这让他不得不反思 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 难道是那天当着大主教面太粘糊了 惹他生气了 可是那天离开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 突然皇帝想到一种可能 教皇不会这么快就厌倦他吧 最近都没找他玩摇摇落 是另找新欢了 还是去找孩子的父亲 想到这里他这是被劈腿了 皇帝越想越有这种可能 顿时满腔的粪 很快他找原因来否定这种可能 想到最后见教皇时看上去心事重重的 是不是有别的事他不知道 最近大臣们都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的皇帝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来了大姨妈一样 那性格简直就是阴晴不定 今天顿时当众打断 已有三个孩子的大臣的比方 打听人家妻子怀孩子的相关事业 还虚心向人家讨价经验 那时能问多详细就有多详细 这一操作惊待一群大臣的老下巴 难道陛下有爱人了还怀了皇嗣不成 可最近没听说哪家小姐和陛下有交往 陛下天天都在往教皇那里跑 难道是教廷里的平民民主 对于大臣们的议论分分 皇帝并不在意 他好像知道问题所在 教皇肯定因为怀孕的原因 心情比较郁闷才不理他 孕夫需要爱人积极的态度 和更多的关心陪伴 而且孩子也需要来自父亲的胎教 另一边教皇也在考虑孩子胎教的问题 为了要一个健康聪明的小伙伴 奥托不是听音乐就是在看书 可现在他这书怎么也看不下去 大主教为了他能好好的养胎 包揽了他所有公务 他现在一整天光丸不干活的 反而睡不着了 平时公务忙是忙点 还要不适合皇帝一起玩摇摇论 体力消耗太多回家倒头就死 现在倒好睡不着一天到晚静下去 他拿起皇帝写给他的书信 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胸口 这段时间陛下应该察觉到 他再刻意躲着他了吧 以后应该就不会找他了 和皇帝一起那些快乐的时光 就犹如昨日一样 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皇帝了 想到这种可能奥托心里就难受得要死 他就不应该一个人待着 越待越意味 这时奥托发现里面竟然有封信不是皇帝 是来自塔尼伯爵的邀请海 他的封地在南边边境的海洋地区 更是教皇城志的信徒 由于那里的海洋资源丰富 给教廷捐了很多款项 他得去找哥哥商一下 到了哥哥书房就看到哥哥直接躺在地上 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工 他赶紧上前要扶起哥哥 要睡也要回到房间里睡啊 哥哥憔悴得睁开眼 事情还没做完 那些邪教的家伙都应该统统抓起来 他看到奥托手里邀请韩生塔尼家族的印刀 瞬间心里就有了一个足异 教皇只想偷偷地养好胎 却被哥哥逼着去收保护负 奥托表示他做不到 他是教皇可不是土负 可塔克马尔岂能放过这次机会 塔尼伯爵可是有钱的 只要奥托打着教皇的名义稍加威胁 最好把他收归在萨克森门下 随便展现下降皇帝和萨克森家族的威严 也好震慑下斜掉那些阻折暗处的错误 面对哥哥那个马上要吃了他的表情 奥托不敢说个不字 所以他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到达比 可坐在对面的塔尼伯爵看起来老实而成 他怎么能威胁这么好的一个人 而且谁能告诉他皇帝为什么会在这 对于同时被陛下和圣下讨论 塔尼伯爵明显很是高兴 简直是他们的家族之光 皇帝却表示他也没想到会碰到圣下 可能是冥冥注定的缘分 奥托对此很是汗颜 他们到塔尼的里面应该要好几次 也就是说皇帝和他出发的时间差不多 这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皇帝托词说因为圣堂援助金一事 可真正的原因是 他想通之后就兴冲冲去找教皇 结果得知教皇离开了都藤 还以为教皇这是要从他身边逃跑 这眼看媳妇都要跑了 他能不马不提提地追过来吗 看着教皇一副他骗死的神情 他立刻补充到主要是来这里休假 伯爵听皇帝这么说立刻自夸起来 他们这海鲜料理可是一绝 海边的风景也非常的著名 奥托听他这么说不免心动起来 他从小没出过远闻 这还是第一次来到海边 皇帝听说奥托没看过海 就约着他一起去海边看看 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让奥托真的很是震慨 和他看到的大湖一点都不一样 有着生生的浪花声 还散发着咸咸的海的味道 而皇帝的目光全在教皇身上 突如其来的浪花让奥托来不及躲避 直接打湿了裙摆和鞋袜 对着突然的状况奥托不知所措 皇帝悄悄上前一把就把老婆抱起来 然后轻身安抚住紧张的老婆 大步走向不远处的大舌 将奥托放在石头上 蹲下身轻手脱掉奥托的鞋子 还细心用手擦去奥托腿上的沙子 把鞋脱下来在沙滩上走走很快就回来了 一抬头就看见奥托一脸害羞的眉 气氛突然变得暧昧了起来 皇帝牵着奥托的手 引着他在沙滩上慢慢行走 随着心跳越来越快 身体温度急剧上升 要是皇帝再没点行动 只能说他不行了 皇帝在海滩上占了教皇的便宜 回到住处时却奥托无比 刚刚气氛都烘托成那样 他就不该轻易把教皇放走 应该直接扑倒这样的 很快皇帝就唾弃自己一副不值钱的样子 他主要目的不是想要问教皇 是不是也喜欢自己吗 一开始他出于政治的目的接近教皇 稀里糊涂竟然和教皇深入交流了 却不想教皇和传闻的一点都不一样 越是相处他越是为之心 逐渐有了想把他占为己有的相处 他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二傻 他知道他是爱上教皇 可谁能告诉他他该怎么办 他能对一个不仅是敌对家族的教皇 还有可能怀着别人孩子的人本来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皇帝还是决定去表明自己的心意 不然他不远万里的追来是为了什么 皇帝鼓足了勇气来到教皇房间敲响房门 而教皇已经被塔尼伯爵揭露 塔尼伯爵打着和教皇商量下政治立场的谎 邀请教皇去他房间喝茶 想着哥哥交给他的任务 教皇就这么轻易就被他勤广了 奥托想着他不能明目张胆问他要起来 只要表明萨克森的立场就好 塔尼伯爵显得很是兴奋 他表示自己是最真诚的心意 经常去都城参加教皇的祈祷会 就在他在那夸夸起谈的时候 教皇喝完桌上的茶 突然开始眩晕起来 下一刻直接晕倒过去 很快伯爵的人就从房间走了出来 团团围住教皇 没有比他更能为圣下着想的信徒 另一边皇帝敲了半天门 都没任何动静 难道教皇这么早就睡了 突然他发现不对这也太安静了 圣下带的护卫队都去哪里了 这时罗伊男爵急匆匆地向他跑来 皇帝就想问跟着教皇的那些启事呢 罗伊却告诉他了个惊人的消息 圣下被绑架了 这个皇帝被爱情迷了心去 准备找身为政敌的教皇表达心意 却不想心上人被人绑架了 从罗伊男爵口中得知 教皇最后消失在伯爵的房间 连同伯爵和他的护卫一同消失的 很明显是塔尼伯爵搞得不 很快他们来到塔尼伯爵的房间 罗伊表示这个房间都搜过了 皇帝在房间转了一圈 他们不可能从窗户跳出去 外面一直有骑士在巡视 也不可能从门口出去 罗伊男爵和教皇的护卫一直守在门口 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房间一定有别的秘密出口 可皇帝接下来的举动吓了罗伊一条 只见皇帝拿头网柱子生 皇帝这么做并不是脑袋袖斗 而是为了冷静下来 从他知道教皇不见了之后 他大脑都处在无法思考的状态 召回自己的理智后 他先让罗伊把外面寻找的骑士都断死 然后站在一架最大的书架前 吩咐人把上面书顺序改变了一些 在皇帝一番操作下 书架的下方直接出现了一个密道 这差点让罗伊惊掉了小下巴 陛下怎么发现这个密道 作为皇室肯定知道不为人知的机密 塔尼的宅邸是三百年的古典 这里还是伯爵的专属方便 皇宫里对这些老机关都有专门的技能 教皇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动都不能动也不知道身在何处 就看到塔尼伯爵带着人向他跑来 伯爵你这是想干什么 面对教皇的质问塔尼答非所谓 其实他一直都很关注美丽的教皇圣下 圣下是那么的美丽圣洁 总是不知觉地吸引一群恶老 他希望圣下能一直盛集下去 所以他特意地去散播不利于圣下的谣言 可最近那个恶心的罗伊男爵一直缠着圣下 本打算让他臭名远扬的 可万万没想到 今天竟看到圣下和陛下在海边亲吻 真没想到两位原来是这种关系 你们可都是男子 这种事情是不对的 塔尼直接抽出一根很粗的教饼 笑着向教皇走去 只有我才能解救圣下 看到教皇满嘴的脏污 皇帝以为教皇吃了不可描述的东西 气得要把所有人处于混心 上次说到塔尼伯爵抽出一根很粗的教饼 吓得教皇脸色发白 可没想到塔尼伯爵只是为了给教皇好好上一口 好让教皇不要执迷不悟下去 圣下要是和男性交往 已经违背圣托教的本质 教皇被他说得一脸猛逼 塔尼一口气列举了圣经上的很多道理 来证明圣托教主旨是生命的言训 听他在那里呱呱气谈 教皇简直不可思 伯爵你能背下圣经里所有的章节吗 被教皇打断伯爵很是生气 当然了所以只有和女人恋爱才对 圣下部门和皇帝混在一起 对此教皇开始疑问 很多同性结婚都会选择养育失去父母的孤儿 伯爵却说就算这样生育率会逐渐下降 同性结婚无法生育 可男人也可以像他们主神那样怀孕的 汉教皇就是不听教诲 伯爵火气直冒 那都是谣传男人怎么可能怀孕 圣下如果还这样固执 那我也不得不对圣下使用强硬的手段 说着就一把抓住了教皇的头发 另一边皇帝在密道奋力的寻找 终于遇到巡逻的伯爵手下 没想到伯爵手下就这么紫然 没几下就被皇帝他们全部解决 伯爵所处的封地并非战乱区域 所以他手上兵力很少 本来老是憨厚的伯爵会绑架教皇 只因为他加入了异教 就在这是前面传来教皇痛苦的声音 皇帝顾不得什么直接就赶过去 罗伊带领手下很快制服了伯爵 皇帝急忙跑到教皇面前 发现教皇嘴上买是道路 瞬间让皇帝立刻想到不可描述的东西 这可把皇帝气坏了 他要把这些异教族全部处于火星 真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感到 而教皇表示他的胃很不舒服想吐 皇帝连忙拿出自己的帕子 把教皇给他干净 好让教皇没那么恶心 可并没什么用教皇直接吐了出来 看着教皇吐出来的东西 皇帝以为他们给教皇喂了毒药 就在皇帝拿着刀要逼问伯爵时 教皇及时阻止了他 他们强喂我吃了只章鱼 众人一听是章鱼皆都一愣 皇帝松了口气原来是章鱼啊 还好不是他想的那样 再次求证教皇 的确只是只章鱼就是太姓了 伯爵听教皇这么说生气气了 你居然说心那可是我们这特产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他还准备海挞海罗都还没给教皇吃 皇帝对此也是无语 他吩咐把伯爵押送回都城厅后发过 这才意识到自己大祸临头 伯爵连忙开始求饶 他只是想用这些美味的海鲜来隐游圣下 好阻止他跟男人交往 地旁恢复过来的教皇也连忙向皇帝求请 伯爵并没真正伤害他 他真的是一个无比虔诚的信徒 请皇帝不要处死他 皇帝见老婆都开口求情 自然乖乖听话了 但放了他不可能只能先押回去再说 事而复得让两个男人紧紧抱在一起 皇帝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生怕教皇会在眼前消失一样 他紧紧搂住奥托的腰 强调着自己真的很担心 奥托乖顺地依偎在皇帝怀 我真的很抱歉让陛下担心了 可皇帝并不需要教皇的抱歉 他轻抚着奥托的脸颊 只要剩下没事就好 说完就忍不住抱住奥托的脸一顿稀溜 只有紧密相连的感觉才能让他安心 紧接着奥托就被他扑倒在身后的床上 可到了关键时刻奥托突然想到 怀孕初期很危险就阻止了皇帝 皇帝见奥托捂着肚子一脸未来 他很快就想到是什么原因 保证自己不会进去 但教皇一切都交给他他会很温柔 爱要爱只能说小皇帝这也太会了 两人都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 结束后奥托就沉沉地睡去 皇帝把奥托抱进怀里轻轻抚摸他的肩 肚子摸起来已经有点苦了 真是神奇这里真有个孩子 等明天醒来我一定要向他告白 告诉他我很爱他 再好好谈谈关于这个孩子的事情 次日清晨两人穿好衣服 可皇帝迟迟没有行动 因为皇帝想到告白这么神圣的事 怎么能连一束花都没有 所以皇帝打算等回到都城 准备一个浪漫的告白仪式 却没想到回去之后 他连教皇的人都看不到别说告白了 萨克森城堡内塔克玛尔坐在罗伊身上 他还奇怪一跤怎么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恢复 原来找了这么个有钱的冤大刀 他猜到把奥托送出去他们会有复刑 万万没想到真让他们得手了 塔尼可真不敢大包天哪 幸亏他傻不愣登的并没有一跤那种极端的性格 不过以后可以慢慢和这些人算 他站起身一脚踹在罗伊的脸上 作为圣骑士的领队竟然让奥托被保驾了 我派你去干什么去了 为了保护奥托的安危 他派了一整个团的圣骑士 都是一群废员 罗伊男爵只能把炮火烧到皇帝的身上 我也没想到房间里会有力道 这还多亏陛下机制很快就破解了 果然塔克玛尔转移的目标 皇帝竟然尾随奥托到边境 两人相处的也太过轻易了 社交界都开始流传他们的绯闻 他们真的只是朋友的关系 皇帝告个白眼默默唧唧的 让那么大的老婆都打水槽 期待给教皇准备个浪漫的告白仪式 结果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回到都城后 教皇比之前更加躲着他了 就是见到面也会迅速地逃跑 他连想问清楚 为什么要拒绝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社交界都开始传闻他和教皇不合 萨克森和皇室关系破裂的谣言了 这让皇帝急得不行不行了 只能天天去赌大主教 大主教只能推脱教皇最近很好 奥托肚子里的孩子绝不能让皇帝知道 到时候在无上的权力面前 这么小的孩子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更何况他们也不见得是爱情 只是贵族之间的游戏 时间久了会自然而然地分开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奥托的肚子越来越大 塔克马尔很疑惑他怎么穿得跟熊一样 奥托借口说天气变冷了 他为寒所以穿这么多衣服包呢 其实是为了遮住自己的肚子 他现在肚子已经大得很明显 以免被别人知道他基本天天都在家 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老师 现在老师的压力简直太大了 不仅要处理教廷的所有公务 还要面对来自皇帝的阵谋 塔克马尔奇怪他怎么不和皇帝见面了 之前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 你去边境度假皇帝都跟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恋人 听哥哥这么说奥托心理皇子吗 他连忙否认 虽然以前经常见面 但恋人简直天方夜谈 他们只是需要商议教廷和皇室的一些事物 虽然他喜欢和陛下相处 也只是把他当成好朋友 主要为了促进皇室和萨克森的友好关系 塔克马尔见他这样眯起了眼睛 奥托还是太稚嫩了 只要一心虚 话会变得特别多还街道 看样子两人之间确实有骨骨 以前不少人被奥托的外表和背景一会 他都会悄悄处理掉 最近太忙没注意弟弟竟然听过 可这次的对象竟然是皇帝 不过就他那傻弟弟 应该不会和皇帝闯出什么大火 也不知道怀孕对哥哥来说算不算大火 为了试探奥托和皇帝 他告诉奥托有个社交活动 需要教皇亲自参加 到时候皇帝陛下也会出席 听到皇帝也要去 阴脸哥哥起奥托只能硬着头皮搭眼 只是不知道这场宴会上又会有什么 眼看月份越来越大马上面临生产 身为男子的教皇也忍不住担心起来 经过医生诊断之后 孩子很健康 关于男子生产也不用联系 受到神的祝福 男子会有特殊的产疑 并不需用什么手术 就是在边境和乡下生产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看教皇还是很忧心他忍不住开口 那您不打算把孩子存在告诉孩子的父亲 这个还真无法告诉 说到孩子父亲真是好久都没见 虽然迫于哥哥的压力 他要亲自出席社交伙子 到时候也就可以见到皇帝 可到了宴会上奥托只能远远看着 被一众人恭维奉承 他却无法站到他身边 而皇帝看到受贵妇小姐欢迎的教皇 不由苦笑起来 好久没见到圣下 还是一如既往的迷人 简直是老少通吃 自己怎么才能杀出一片虫尾 奥托并没待多久就和哥哥打了招呼 独自来到偏殿里休息 他现在大着肚子站久了腿就发了 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腰也解开时 皇帝突然闯了进来 吓得奥托赶紧拉好衣服 皇帝带着委屈的腔调质问教皇 为什么要躲着他 自从上次边境回来之后 他们都没能正经地见上你 奥托连忙推托 我不是在信里都说了 我这段时间很忙戳不出时间 可皇帝压根就不信他的谎言 再忙也不可能连见一面的时间都没有 奥托还想为自己惦解 皇帝却慢慢靠近他 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吗 听到皇帝的话奥托大脑一片空白 趁着教皇愣神的空挡 皇帝一把扯开教皇的衣服 几个月大的肚子就直接暴露出来 奥托紧张得不知如何是熬 却听皇帝说 我早知道你怀孕了 在你那次在皇宫晕倒 一依旧枕端出来 我一直都在等你亲口告诉我 你好像并没有这个打算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了 皇帝就想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的 于是满脸期盼地问 孩子是不是我的 文言教皇一把甩开他的手 这孩子跟陛下没有任何关系 小心翼隐藏的孕度 一下子就暴露在皇帝的面前 吓得教皇不知所措 可面对皇帝的质问 教皇出于保护孩子的本能 想都不想就出口口味 这孩子跟陛下没有任何关系 得到的答案让皇帝失神的倒退好几个 怎么可能不是我的 时间也没对啥 而且我们不是一直在交往呢 就算不是你应该和我商议孩子的事 奥托为了不让皇帝揪着不放违心地说 这些事陛下没必要参议 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 我和孩子父亲的事我自己会看着办 就不老陛下操心了 这番言辞凿凿的拒绝 明显要和皇帝划清界限 你的意思是你和我交往的同时 还在和别的男人交往 见奥托直接承认皇帝彻底没了理智 残文真的一点都没好 美艳动人的教皇从来都不缺女人 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王 在我面前装清纯只是勾引人的戒案 实际是那么的混乱不堪 我很好奇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奥托休脑地扭过头 不用你管 见他这样皇帝气笑了 是不是和太多人玩游戏 你连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了 奥托不服输地贴近皇帝 之前不知道是谁缠我的事 陛下不是也和我乱搞过吗 皇帝立刻恼怒起来 是我承认 不过我只是和你玩而已 顺便说一下我和你玩得挺开心的 皇帝的口不择言让教皇败下正来 他只想立刻离开这个令他窒息的地方 当他逃离后躲在一个无人井里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流了出来 正在他伤心不已的时候 忽然听到有人在说 皇帝陛下不是要迎娶皇后 听说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 还是陛下亲口承认的 奥托心里一阵阵刺痛 原来还真是和他玩而已 皇帝和教皇之间的误会再次加深 因为皇帝一时口哀 让怀孕的教皇情绪更加低落 没想到皇帝一直相信外面那些传闻 在皇帝心中他原来一直是那种人 所以登记大典那天 才会轻易和他玩游戏 自己只是他私混的对象 何况这段时间自己还躲塌了几个月 他完全可以去找别的女人 可奥托觉得肯定是自己在胡思乱想 便向一边的助教弗兰克求助道 陛下是不是有个偷偷交往的恋人 弗兰克听此一惊暗暗心想 皇帝偷偷交往的恋人不就是你吗 整天带着皇帝在教廷偷偷玩游戏 为什么还要来问我 难道是试探 我要是说错的话 是不是马上被塔克马尔弄死在这 想通这点就马上迎合教皇的话说 最近确实有这个传闻 得到答案后奥托彻底没了期望 现在肚子越来越大 孩子都不动 他也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 另一边皇帝的近视观 遇到人生最大的难题 作为卡洛斯家族的独手 皇帝自小就阴明聪慌 现在更是登上皇位 为阴明的御王 他也为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赶了骄傲 可皇帝的恋情让他冷汗直流 看着陛下一步步沦陷在教皇的温柔心中 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不仅仅是教皇 还是出自于萨克森家族的教皇 这里面到底掺杂着什么阴谋 萨克森到底想对皇室做什么 不过还好的是目前为止 萨克森和皇室相处的还算融洽 难道只是肉体之间的交易 可突然皇帝就不去找教皇了 只知道一天到晚的处理故事 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 这可把作为内侍官的自己类沧桑了 所以当奥托拉皇宫求见陛下时 内侍官非常热情地招待 他觉得皇帝的反常只有教皇才能治好 不由地开始向教皇抱怨起来 以前陛下有时间就往教廷跑 和圣下约会一直很开心 最近皇帝总是将自己关在政务室 24小时处理公务 他都快被折磨得受不了 教皇听他这么说和他认知的有很大处 不是有个和皇帝交往的女人吗 还没等他想出个所以言 只听内侍官语气严肃地说 圣下我作为卡洛斯皇室的侍套 是不看好您和陛下这段关系的 但我看得出陛下和您在一起真的很幸 所以我也支持两位在一起 可圣下为什么突然疏远陛下了 您是不喜欢陛下了吗 而这时皇帝也出现在他们面前 面对这个一击致命的问题 教皇会怎么回答 这个皇帝还没来得及告白就被甩了 使他这段日子过得那是个空虚女 无法控制自己对教皇的思念 他真后悔当时没忍住说了那么狠话 不然自己还能死皮赖脸地去纠缠教皇 就算教皇脚踏几条船 只要和他保持肉体和关系 他也无损 所以当听到教皇来拜见时 简直喜出望外 赶紧收拾好自己去见教皇 没想到正好听到内侍官问教皇 你是不喜欢陛下 这个问题皇帝也想知道 于是静止走过去 剩下怎么不说话 我也想知道你的答案 面对突然出现的皇帝 奥托顿时紧张起来 他想到马上就要举行国婚了 而且自己已经决定离开这 于是说我并不喜欢陛下 这下空气仿佛突然沉寂起来 内侍官这时也很识相地退了出 独留两人好好掰扯掰扯 皇帝明显很是失恋 你不是不想看到我吗 今天这么早早 我到底为了什么事 奥托站起身 伏伏伤了他的脸 我承认我对陛下有所无恋 这突如其来的温柔 让皇帝以为老婆是要和他复合 立即追问教皇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边拒绝他一边还要来聊拨他 殊不知奥托紧接着说 我们的关系今天是最后一次 这让皇帝直接傻眼了 他们之间应该是哪种关系 就算那种关系也没关系 抱着教皇就是一顿救命救命 是不是因为孩子父亲 你还要跟我分手 如果是因为这个没有必要 很多贵族私下都养着很多情 我随时准备好供你拆遣 所以你别离开我 奥托本来想离开前来正式告证 可见皇帝这样不由想放纵 这最后一回 好啊我正愁没人讨我欢喜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只好贪图下陛下的身体 让我看看陛下准备的怎么样 见奥托发话皇帝立刻想表现自己 可看到教皇的大肚子就犹豫起来 奥托发现他的异常 怎么怀孕的男人让你很扫心 皇帝立刻出口口怒怨 心想反正不是我的孩子 我担心个什么劲 和心爱之人进行了最后一次疯狂摇摆 了无遗憾后 教皇就准备带促跑路了 从皇宫里回来之后就去找哥哥 哥哥见他回来这么晚 就问他是不是去见皇帝了 想到自己大着肚子和皇帝做那些事 脸顿时火辣辣的燥的话 忙找借口说和皇帝聊天忘了时间 塔克玛尔一看奥托这样就知道有鬼 前不久皇帝还来找他要 和奥托交往频繁的贵族名单 说为了和教皇打好关系 可最近传皇帝有一个神秘的奥连 而且那个女人都怀孕 可他一直知道皇帝和奥托是那种关系 难道皇帝是想脚踏两只船 只是为了皇室更好地收萨克森的拳 才欺骗单纯的奥托 实际上已经找上强大的贵族小姐联姻 想到这个可能 塔克玛尔恨不得现在就去撕了皇帝 竟敢玩弄他的宝贝地人 这时突然听到奥托说 等这次大祈祷会结束后 我想辞掉教皇的职务 哥哥不敢置信问你说什么 我是和大主教商量后才告诉他 这个决定让哥哥非常震惊 你总要把事情说清楚吧 总不能连理由都没有吧 奥托只能说工作压力太大 他的肚子越来越大眼看 就隐藏不住了 要是被哥哥知道了 不知道要怎么对付皇 而且教皇这职位 现在对他来说太惨重 满腹的委屈还不能说 先让哥哥心软再说 对着哥哥就泪眼婆娑起来 哥哥还真被吓到了 连忙关切地问他怎么了 可奥托越哭心里越委屈 问哥哥什么是爱情 虽然圣经上描写了一些爱情 可跟现实为什么一点都不一样 没有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美 他甚至都开始怀疑爱情了 哥哥赶紧轻声安抚着奥托 心里确定狗皇帝是姑父弟弟了 他肯定要给奥托讨的公道 皇帝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背了这么大一个国 真是人在家中作祸从天上来 塔克马尔只好先稳住奥托 现在先不要这么快下定义 我已经明白你的想法了 你不也说等大祈祷结束后吗 这段时间你再好好想想吧 到时候我们再商量 教皇准备祈祷大典结束就带秋跑 结果还没跑呢就又被绑架了 怀孕的消息也彻底都不准 祈祷大典上教皇穿上华丽的朝服 团搏着爱与信仰 高台上皇帝看着美丽的教皇 心里顾免泛气苦涩 真能像他说的那样有这么美好的爱情吗 而站台下的塔克马尔一心在想 怎么帮弟弟修理皇帝这个渣男 皇帝还不知道无形龙背了这么大的光 大会结束后奥托随着医生坐上马车 愿由着医生诊断 想着回去之后就该做离开的准备 可他望向窗外时 发现并不是回家的方向 就让医生提醒马车夫一下 医生连忙摆手表示没事 反正我们也不是要去萨克森宅 说完就露出一脸邪笑 应该去我们信徒所在的地方才对 这边大主教打算去萨克森和教皇会合 却突然惨遭手下袭击 很快他就得知教皇被绑架 连忙吩咐人去通知公爵和陛下 教皇又被一交那些混蛋绑倒了 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皇帝就下令公所督城 动员所有的皇家卫兵群城寻找 还亲自审问了大主教那个叛徒手下 可并没什么有用的消息 当然那人的小命也算是到头了 塔克马尔文逊急忙赶过来 一上来就质问大主教怎么回事 在自己的地盘上怎么会被绑架 大主教立刻道名原有 凶手是自己从乡下带来的医生 说好今天大典结束后给奥托诊断一番 结果抢走了马车绑走了奥托 听他这么说哥哥第一反应 奥托是哪里不舒服 就算需要请医生 为什么不用萨克森家族的主治医生 而从乡下去找个医生过来 大主教吞吞吐吐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皇帝正好推门走了进来 当然为了向萨克森公爵隐瞒教皇怀孕的事实 塔克马尔不敢置信皇帝的话 什么怀孕你说谁怀孕 大主教件事情已经够不住 只好破罐子破摔说是剩下怀孕了 对于这个重磅消息 哥哥一时间大脑跟不上节奏 等反应过来冲着大主教大吼起来 你说什么鬼话 男人怎么肯门怀孕 再一次确定弟弟怀孕是真的后 哥哥彻底失控了 是哪个混蛋害得他弟弟怀孕呢 还好被罗伊男爵紧紧抱住 不然不仅是伤员还是老人的大主教 就要惨遭哥哥的毒手 到底是谁是哪个家族竟敢这么大胆 哥哥简直恨得咬牙切齿 要是被他知道是谁 他非把那人大谢八块补了 他的弟弟一个男人怎么会怀孕 到底是谁这么胆大 竟敢让堂堂教皇还是萨克森迪系的奥托怀孕 塔克马尔七的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罪魁后手大谢八块 突然他想到什么 猛然转头恶狠狠地看着皇帝 连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奥托怀孕的 剑公爵怀疑自己皇帝立刻解释道 之前教皇在教廷晕倒工医就查出来了 因为剩下不想别人知道他怀孕的事 所以皇帝也三间七口嘛 而且据教皇所说因为交往的人太多 他也记不清孩子父亲是谁 皇帝在说什么鬼 塔克马尔七的浑身都颤抖起来 你胡说什么 什么交往很多的男人 我们家奥托是个连女生手都没牵过的龟男 皇帝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外面不是有那么多传闻 哥哥立马为弟弟正名正身 那些都是想牵制萨克森的贵族 以及那些异教徒故意传的绯闻而已 从青少年开始到成为教皇为止 他的弟弟一直都在神学院上学 连社交都不会只会窝在房间的蠢蛋 怎么跟很多男人交往 你说这合理吗 这让皇帝震惊坏了 那就是说他是教皇第一个男人 大主教见此知道瞒不住 直接喊到孩子的父亲就是皇帝 另一边奥托迷迷糊糊醒来 短短时间第二次被绑架了 这次比上次更像异教徒的地盘 不远处就有一个祭坛 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活着走出去 早知道如此 不管家族也好迷迷也罢 他就应该早点跟皇帝告白 如果这次能活着出去 他一定辞去教皇一职 去国外生孩子好好过日子 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陛下 奥托忍不住趴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这时突然耳边闯进一个声音 剩下你醒了吗 身体还好吧 奥托抬头看来人并不认识 看上去又有点熟悉很疑惑地问他是谁 来人听他这么问顿时伤心起来 原来来人是第一次绑架他的塔尼伯爵 只不过受得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从塔尼口中得知 原来自上次他绑架教皇被抓后 他以为肯定要被处于火系 没想到皇帝派他来邪教做间谍将功赎罪 因为他给教会交了不少钱 所以他可以出入这里美的地方 他帮奥托把绳索解开 让他不要担心他已经给皇帝团兴 相信陛下很快就会来副圣侠 就算万一出了什么事 他也可以带着圣侠一起逃跑 就算有危险他也会拼命保护圣侠 奥托对他的雄心壮志很是害念 谢谢你伯爵 我这具身体可能不能跟你一起逃跑 说完扯开衣服露出自己的大肚 教皇的大肚子让公爵惊掉了下巴 原来男人真的可以怀孕 无比后悔自己的愚昧无知 以影响生育率为借口绑架教皇 还好没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 塔尼伯爵很好奇孩子是不是皇帝陛下的 都到这个地步了奥托也没什么好影了 就大大方方承认是陛下的孩子 得知真相塔尼更激动了 和神话故事一样怀上最尊贵人的孩子 皇帝和教皇之间的爱情简直太美好了 不过线下两人这拉胯的战领 一个傻白田加一个体喊喊 逃跑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坐等皇帝陛下来营救 无所事事的两人开始讲起神话故事 奥托告诉塔尼伯爵 其实神话最后两位神的结局是悲剧 圣经不想留下悲伤的故事 所以把他们后来的故事都删掉了 这个故事难免对照着皇帝和教皇 伯爵扭扭捏捏地问 难道陛下也不爱圣下吗 这伯爵的脑回路直接把奥托整不回了 连忙否认 我跟你说这个故事没有这种含义 其实陛下 在奥托犹豫该要怎么说时 伯爵一下蹦了起来 告诉了陛下秘密通道的路线 忘记打开通道的路口之门了 说完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去 被他这一惊一炸了 奥托感觉肚子里孩子都快被他吓出来 其实陛下并不是对他无心 一直以来都是陛下陪在他身上 默默地付出使他开心 反倒是自己太过于无情 装作以身体当借口来伤害陛下 真的很想跟他道歉说对不起 还有他现在真的很想陛下 这事前面突然传来脚步声 奥托以为伯爵这么快就回来了 却发现是皇帝大步向他走 正撕炼的人出现在面前 奥托连忙起身就向他飞奔而去 皇帝却大声呵止 站在那里不要动 奥托满脸不可思议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突然一把刀横在他脖子面前 先按陛下说的话做把圣下 终于心心恋恋的皇帝来救他了 教皇满心欢喜的就要去投怀奉报 结果人还没报到就被人挟持了 医生用刀抵住奥托的脖子 第一次见到圣下 他就知道他们的教会是受神庇佑的 男人怀孕本来就信 而且还是堂堂教皇 这对他们这些信徒来说 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只要在这个祭坛上抛开圣下的肚子 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他们教会的救世主 想到那副情景 他就兴奋地掐住教皇的脖子 刀子往下直接划开教皇的衣服 露出怀孕的肚子 拿着刀就在奥托的肚子上笔划 肚子上传来的良衣让奥托胆战心情 这人真是疯了 皇帝见状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拔出配件让他赶紧放开教皇 可以饶他一命 而医生怎么可能轻易妥协 皇帝开口劝道 这里的地宫跟迷宫一样 而且我们掌握的路线也没解销 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有了青山再不怕煤炭烧不是吗 可医生觉得劫持教皇才是硬道的 皇帝见他油烟不进放出狠话 你也应该知道异教徒被抓后什么结果 外面你那些同伴会怎么样你想过吗 我现在不是和你商量 要么现在就放了剩下 要么你和所有异教徒都不会有好下场 见皇帝是要动尖格的 医生终于开始害怕了 他再次把刀抵住奥托的脖子 威胁皇帝把剑扔掉 他想外面的骑士还没跟过来 还有时间可以从秘密通道逃跑 见皇帝照他的话扔掉了武器 直接把奥托推了出去 请慢慢地走不要有多余的动作 不然我会不顾一切次向剩下 奥托就这样一步步向皇帝抖去 想念的人越来越近 直到最后直接扑进皇帝的怀抱 确定奥托安全后 见医生正在往外逃跑 皇帝从身后抽出一把匕首甩了出去 直接用刀背把人砸晕了过去 可不是医生命大 只是我们皇帝可不想让孕夫见习 心疼地问着怀里的小娇妻有没有受伤 然后两人就这么含情默默地盯着对方 还没开始述说对此的思念 就被赶来的哥哥打浪 奥托见到哥哥明显很高兴 哥哥你也来救我了 哥哥直接把奥托拉出皇帝的怀抱 让我看看这小脸很辛苦 肚子里的孩子还好 脑袋还没反应过来 奥托高兴地脱口而出孩子也没事 然后直接吓瓦特 只见哥哥笑得阴生生的 孩子没事那太好了 对于你肚子里这个孩子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赶紧跟我回府邸 奥托更是吓得魂都丢了 完蛋了这下是死定了 自家猪不拱白菜反倒被另一头猪拱 还被那头猪拱大了肚子 公爵这次真气疯了 直接把奥托带回家关了起来 看着被蹭蹭锁上的房女 奥托感到他的小心脏都被撕裂了 赶紧哭着向门外的哥哥认识 求哥哥能原谅他 可公爵怎么可能原谅他 背着他偷偷和皇帝交往 而且还搞大了肚子 都快要生产了都还隐瞒他 奥托极力地解释 政治关系太敏感 我也要为孩子的立场考虑 而且要是被哥哥知道的话会骂死我 听他这么说公爵更是气不打一措 原来你也知道 我看你怀孕的份上 他忍得没收拾你 反正孕夫除了吃就是睡 就好好待在房间里 美得出去背 奥托垂死挣扎的体验 我不想被关在房间 却被哥哥无情嘲弄 怎么你这个样子还想激见皇帝 你们背着我做出这种事 我还会被你欺骗让你们见面吗 这段时间乖乖给我在房间待着 就这样叫皇开始了监禁的生日 可公爵能把弟弟关起来 但拱他弟弟的猪他还真关不了 这部皇帝来到萨克森非要见圣下 公爵一直推脱教皇身体不是无法见得 两人为此真问不休 而奥托在窗台上看到皇帝马车来的时候 就挺着大肚子一直扒拉着锁着的房子 可就他那小身板怎么可能打开 没成想男爵会违抗哥哥命令把他放了出来 原来罗伊怕两人闹到无可挽回的地位 这边两人已经进入白热化 皇帝拿皇命来压公爵 可公爵也不是下大 这里属于萨克森 这种毫无理由的皇命在这可不管用 皇帝火气直骂 作为孩子的父亲见圣下需要什么理由 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听他这么说公爵立刻装起了 谁证明奥托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胡适你说圣下交往的男人太多 不知道谁才是孩子的父亲 这孩子将会由萨克森抚养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三言两语就想夺走他的老婆孩子 皇帝绝对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那是我们卡洛斯皇室的孩子 也将会成为我的嫡性 你以为你能隐藏皇室的血脉 公爵气得一拳垂在墙上 让别人单纯的弟弟大了肚 现在又闯进来问我们要喊 就算你是皇帝也无法 你要气我如此别逼我 造反两只还没说出来 就被赶来的罗伊捂住了嘴 两位聊得可能太激动了 正好圣下也出来了 让他们自己先好好聊聊 把自家昏都没结的弟弟搞回了狱 还公然地闯到他家里来要喊 就算对方是皇帝也不行 大不了拼个鱼死网过 还好罗伊及时出现 捂住公爵机关枪式的小嘴巴 差点都说出造反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罗伊立刻打起园场 两位太激动了 刚好圣下也出来了 要不陛下和圣下先聊聊 这下奥托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哥哥简直气得不喜 无奈被罗伊捂得撕死 不顾公爵那杀人般的眼光 皇帝旁若无人般深情地看着奥托 这让奥托脸龙不已 下一刻转身逃逝地跑开 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陛下 听他们刚刚说的话 皇帝是知道的一切 知道孩子是他的 知道他还是黄花大龟男 而皇帝三两步就追上了他 等等剩下部奥托 请你生下我的孩子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大龟 而且全国上下找不到 比我更优秀的男人 请和我在一起 皇帝表白再次被打断 哥哥听到自家猪就要被拐走了 一口就咬得罗伊松开了手 冲到奥托面前扬起手骂道 谁让你出现在这里呢 臭小子不听话只知道丑我 可骂了半天手也没舍得落下 倒是奥托被哥哥这阵势 吓得哇哇哇地大叫 皇帝赶紧把自己媳妇拉到身边 公爵你这是要做什么 竟然要打产妇女疯了吗 果然不能让他待在萨克森 我要带他去皇宫 见两人这样可把公爵气坏了 声称这是他们家的事不用皇帝买 皇帝却说他非管不可 奥托的肚子里是他的孩子 正当两人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时 却被奥托肚子的一阵咕噜声打破 哥哥不可思议地盯着奥托 怎么在这个时候肚子饿 这时罗伊立刻缓和气氛 说他们在孕妇面前大吵大骂 对肚子里孩子的胎教很不好 这下两人总算演其媳妇 奥托对皇帝说明天去皇宫见他 哥哥听此顿事不干 奥托道明原有 孩子的确是陛下的 既然都已经被发现是皇室血脉 不可能还当做萨克森家族的孩子样 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不要被政治利用 成为权力利益的牺牲 而这些都要和皇帝好好谈谈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不成为权力的牺牲 教皇不顾被哥哥削的风险 表明明天去皇宫和皇帝好好谈谈 结果晚上不出意外的又被哥哥监禁心 想到哥哥都被自己气得快翻白眼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正在他苦恼明天怎么去见皇帝时 就听到阳台那边传来声响 他好奇地走过去打开窗户 就见皇帝越过栏杆直接出现在奥托面前 把奥托吓了一体 惊讶皇帝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不应该是回皇宫去了吗 怎么跑来翻他的窗户 原来皇帝料定只要他离开这里 萨克森公爵绝不可能再放他进来 所以死皮赖脸地留了下来 没想到公爵这么小气 把他安排在离奥托最远的房间 可这并不是什么难题 他顺着屋顶飞檐走逼就过来了 因为有话必须要跟奥托说 下一刻从怀里就变出一束鲜花 问奥托还记不记得 怎么可能不记得 这可是他们第一次密会后送的花 奥托接过花害羞地说 没想到这么久远的事情陛下还记得 皇帝表示记忆犹新 这是他第一次和别人坠入爱河的时刻 然后郑重地对奥托说道 今天我说希望你生下我的孩子 我会成为一个好爸爸都是真心话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我爱你奥托 面对突如其来的求婚 奥托顿时满脸通虎 即使我是萨克森家族的也爱吗 皇帝立刻答道 就算你是萨克森家族的人 就算你是一个花花公子 就算你肚子里孩子不是我的 我都不在乎 听皇帝这么说奥托激动起来 我也不在乎 不管你是不是卡洛斯家族的人 还是皇帝 即使你不爱我和其他贵族小姐结婚 我都想要把你的孩子生下来 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吗 皇帝上前报警心爱的人 肯定的回答是 这是作为爱情宗教的教皇该问的吗 话虽如此可奥托还是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会爱我呢 这个问题皇帝也犯了难 好像没什么理由 好像又有很多的理由 从一开始的吸引到后来的目不睹 好像教皇所有的一切他都很喜欢 皇帝细数着和教皇相处的点点滴滴 反正不管怎么样都喜欢 他反问奥托女 奥托也说不出所以然 就是皇帝笑的样子很让他心 不断在他脑海里奉献 书上都没有记载理论上很难说明 皇帝牵住奥托的手挥在地上 心脏就像要爆炸一样的跳动 令头脑发昏不断涌入的情感 如果这都不是爱情 这份感情就无法解释了 最终所有权势屈服于爱情 皇帝和教皇这两个最不可能的人 因为恋爱脑和傻白甜而走在一起 可线下罗伊看着坐立不安的伯爵 怎么一脸都不开心 塔克马尔立刻冲罗伊发情 我们家的奥托为了生孩子 疼得都喘破来气了 为什么不是皇帝受这个罪 产房里奥托按大主教的指示 用尽了全身力气 都半天了孩子还是没生出来 一旁的皇帝可心疼坏了 可只能握住奥托的手为他加油 经过奥托不懈地努力 带下了一对双胞胎 这把大主教都惊喜到了 怪不得奥托的肚子看着比寻常的大 可谁都没想到会是双胞胎 奥托看着熟睡的两个小家伙 跟皇帝说道 看来还要再想一个名字才行 激动不已的皇帝却说已经想好了 路易斯卡洛斯和亨利卡洛斯嘴 好巧不巧的公爵怒气冲通推门进来 应该叫路易斯萨克森和亨利萨克森才对 之前我不是说过孩子有萨克森抚养 听此皇帝立刻和公爵针锋相对起来 你说的可不算 见此罗伊立刻提议道 反正是双胞胎不如一家一个 对峙的两人十分罕见的同时让罗伊闭了 看着两人这可爱的样子 奥托满脸的笑容 他知道哥哥和皇帝都是战战嘴上便宜 都是不肯服输的性格 却为他做出最大的让步 故事到这里叫黄也完结洒话了 接下来更新大家期待已久的 赴CP哥哥和罗伊的故事 傲慢的萨克森公主 点赞加关注哦 一觉醒来就见自己的顶头上司 举着一把大斧头做事就要砍了他 等等他真不是故意要点撞公爵的 事情回到前一天晚上 塔克马尔在领地上辞制两个饭 他最讨厌这种打着爱情的 做尽丧尽天良的事情 而且对象还是未成年人 所以眼都不眨一下直接下令 把作案工具切掉后直接活满了 罗伊对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意义 谁让塔克马尔是萨克森家族的公爵 是教皇唯一的哥哥 现在更成为了皇室的外妻 是掌握教廷和所有贵族的大公 手中的权力冲天 冷血无情能是小儿子皮 就是这个恐怖的铁血公爵 见到摇摇晃晃奔向他的双胞胎 露出了满脸的笑容 公爵赶紧上前抱起其中一个 在小家伙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问他们这个时间怎么起来了 双胞胎开始相互推脱 都说是对方想去卫生间跳醒了自己 另一个小家伙更是拽着公爵的衣子 也要要公爵抱抱轻轻举高高 罗伊立刻哄到 公爵太瘦了不能同时抱两个 然后抱起另一个小家伙 但罗伊的自作主张公爵并不拧提 黑着脸就踢了罗伊一脚 然后轻声哄着怀里的小家伙 罗伊看着公爵温柔的简直不想话 谁能想到这人刚刚还下令红埋了两个人 真是天生的贵族只对自己血统瘟瘟 将双胞胎虎睡后 罗伊不由地提起了教皇 教皇在生完双胞胎后又怀上了 不知道该说皇帝厉害 还是身为男子的教皇厉害 公爵咬牙切齿的成他们就是蟑螂情侣 明明是个男生怎么这么能生 一天到晚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的 看着就让人头疼 顺手就把到的酒地给罗伊 罗伊很是惊喜接过酒就喝起来 暗暗吐槽明明多了的侄子会更开心 可刚喝完红酒就觉得不对劲起来 浑身发热鼻子的血哗啦啦往外貌 他疑惑地看向公爵 只见公爵笑着观察他倒掉手中的红酒 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严重到要杀了他的弟子 还是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难道公爵眼里只有自己的家族 不管是发小还是忠诚的布侠 都会被他无情地抛弃吗 看着倒在地上的罗伊 公爵感觉自己料想得不错 果然是有毒 一个连睡都不想搅的脖子 会好心给他送走 还好让他试喝一下 就是不知道是哪种毒 应该不会当场死亡吧 不过想到这家伙平时挺抗大 就是死也会坚持久等 这时本倒地的罗伊突然猛地站起身 公爵发现后还有点小失望 什么呀这么快就清醒了 可下一刻直接被罗伊扑倒在桌子上 公爵怎么正脱都正脱不开 明明中和毒子没有这么大力气 等等发热的身体沉重的呼吸 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 公爵大人竟然被自己养的狗给生好了 貌似还是他自己吓得要造成的 他也没料到那个该死的伯爵 送的不是毒药而是这种药 公爵使尽全力想推开身上的人 奈何此时的罗伊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公爵就摸索着要去拿抽屉里的匕首 一定要杀了这个胆大妄为的狗东西 这时罗伊突然凑到他耳边滴闹 塔克玛尔我爱 公爵脑子一蒙放弃了所有的抵抗 可最后他十分后悔 在昏迷前只想弄死罗伊这种东西 当罗伊清醒后想起对公爵做的种子 吓得他面色苍白的跪倒在地 公爵见他这样知道他什么都记起来 知道自己死一百次都不够了吧 可罗伊还想垂死挣扎下 瑟瑟发抖地请求公爵能饶过他这一次 公爵举起大斧头直接拒绝 吓得罗伊立刻大喊 这件事情你也有责任 让我喝下那杯酒的是你 你也看到了我都流鼻血 怎么可能还能保持理智 这也不能全怪我 所以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公爵眯起眼睛看着他 好像说的也没错 当教皇看到罗伊是很是惊讶 很在乎外貌的人怎么突然把头发剪了 罗伊心里暗暗吐头 剪头发总比被砍头强多了 得知被哥哥剪的教皇很无语 哥哥偶尔真的很过分 罗伊有时候也该适当的反抗一下 对教皇偶尔这种说法 罗伊不是很狗狗 这时小家伙扯着教皇的衣服问 大伯说罗伊叔叔是脚垫是什么意思 童言无忌的话让罗伊很是尴尬 教皇不知道怎么给儿子解释 这是皇帝早上前边小家伙说 就是如果你购不到高叔的东西 或者鞋子脏了 可以找罗伊叔叔帮忙的意思 虽然给罗伊解了位 可皇帝明显是来幸灾乐祸的 男爵怎么一天到晚都在萨克森府里 罗伊反驳到难道不是皇帝吗 皇帝立刻开始炫耀起来 我可是奥托萨克森教皇的伴侣 来访问岳家不是理所当的 被皇帝刺激的罗伊很不服气 我可是萨克森公爵的狡辩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要跟随左右 吃错了要顶撞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那个残暴不仁的公爵 明明对他那么强的压迫 又冷血暴露 可就是让他恋恋不忘起来 这天罗伊又约两个女人累穆装 可满脑子都是公爵的身影 导致这游戏无法进行下去 他忙找借口有事要离开 可这让另外两人十分扫心 以为他肯定又要去给伯爵办开 嘲笑他真是伯爵听话的一条狗 另一个女人不这么认为 毕竟想巴戒权力巅峰的萨克森公子的人 可多着去了 最近不是有个塞德亚伯爵风头很胜吗 这个塞德亚让罗伊感到威胁 和他家族一样都是欠了萨克森很多钱 以前他的父亲有很多欠钱的理由 就是为了那个女人 能配得上他美丽容颜的华丽首饰 和人来人往的豪宅巨混 钱怎么花都不够 有一天那个女人也就是他的母亲告诉他 萨克森家族的两位少爷要来做客 他知道萨克森公爵因事故应免早逝 留下两个孩子应该过得很孤独 所以不用母亲交代他也会好好招待他们 之后萨克森家两兄弟经常到他家玩 小奥托会拿一些他看不懂的书让他读 可能塔克马尔知道他无法做到 就劝奥托玩起大马的游戏 当然他来当那个大马 虽然这让他很羞耻 但还是爬下给小奥托当起了马 看他这样塔克马尔说他敷衍了实 他立刻逗得小奥托哈哈哈哈的笑起来 这下塔克马尔他放下去 坐在一边看起那本书来 可萨伊并不觉得塔克马尔对他有什么坏心 虽然他态度冷但不爱说话 可为了弟弟开心总是假装自己也很开心 他一定要想一个让他也开心的游戏 可母亲却让他端一盘有毒的点心给他们 这让罗伊很震惊为什么要这么做 母亲说只有萨克森这两兄弟死了 作为他们唯一的亲戚 虽然爵位到时候会交还给国家 但也可以继承到萨克森家族的部分意义 这样才可以解决家族眼前的困难 所以只要他们死了 他们家的情况才会有好转 为了我们这个家 罗伊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对吗 堂堂伯爵大人怎么也没想到 上赶着白颂镜还把人吓跑了 明显都为他嘴里了 这狗东西都不知道把他生跑了 真不是罗伊对公爵没想法 第一次是因为中药的缘故 再来一次借他摆个胆子也不敢 仓皇逃走的罗伊来到了教堂 希望通过虔诚的祈祷 能消除脑中对公爵越来越疯狂的想法 让他欲哭无泪的事 明明都祈祷一个小时了 小兄弟一点面子都不敢 就是消停毒下来 弄得他都想直接撞死算了 不是早就决定放下对公爵的心思了吗 自己肯定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 就算公爵长得再好看 也被他那差劲的性格掩盖住了才 可就算罗伊不断说服自己 公爵趴在桌子上那个画面 无奈他只能继续向教皇告告 就在这时塞德亚伯爵突然出息 一上来就吵恐罗伊 公爵的狗怎么也到处溜他 对此罗伊并不介意 本来久久不能平静的心 反而因为他的出现瞬间就消停了 罗伊起身就准备要离开 可塞德亚却揪着他不放 听到这么侮辱的话都无所 你真打算给公爵做一辈子的狗吗 罗伊懒得和他纠缠 那又怎么样有人连公爵的狗都做不了 他还非常好心地奉劝伯爵 如果想要讨好萨克森公爵 还是少借点钱为好 公爵最讨厌那些欠债的人 气得塞德亚咬牙切齿 你以为你能巴结公爵到什么时候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乌鸦 刚刚出门的男爵就遭到黑衣人的袭击 罗伊反思自己 难道是因为他平时看着太好欺负 才会有不长眼的掌握他 再怎么说他也是县职的圣骑士 凭着敏捷的身手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所有的黑衣人 没想到最后突然蹦出个人偷袭 一时失察会不会要交代在这里 男爵以为胆敢暗害萨克森家子 只有他们家一人 没想到还有人这么胆道忘了 试图暗杀权力巅峰的萨克森公爵 半路上罗伊莫名高到黑衣人的袭击 不过凭着矫健的身手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所有黑衣人 从黑衣人口中得知 他们最终目的是塔克玛尔公子 对付他只是为了扫除他这个障碍 还没等他问出幕后的主使 就被暗处突袭者捅了一刀 罗伊眼前又出现这一幕 亲眼看着塔克玛尔和奥托 吃下那盘有毒的饼干 罗伊慌忙地把手中的解药倒给奥托一瓶 哄着奥托赶紧喝下去 然后把杯中剩下解药递给塔克玛尔 塔克玛尔嫌弃杯子是罗伊的 表示自己并不想喝 见他说什么也不喝 罗伊语气近似哀求 非要塔克玛尔快点喝掉 可能因为太着急了 急得罗伊直接从梦中惊醒过来 就看到床边的小路易斯 疑惑自己怎么到萨克森府邸了 这时皇帝驾着小亨利走进来 在这么太平的时代 居然还能让我见到被刀砍上来 罗伊这才想到昏迷前的那一幕 可他为什么会在这 据皇帝所说应该是罗伊被刺伤后 在把突袭者反杀后就晕倒了 幸好公爵发现得及时 从尸体堆里把罗伊救了回来 再晚点可能就要失血过多而亡 得知是公爵救了自己 罗伊激动地想下床去找他 这时教皇挺着大肚子走进来 提醒他不要乱动伤口会撕裂 然后说哥哥有事去遗下事了 罗伊刚想打听是什么事实 小路易斯眼泪汪汪地说 叔叔是不是很难受 已经不能再给路易斯当鞋垫了 教皇走过去对他说 罗伊叔叔休息休息就会好的 让路易斯不要在这一直打扰他 然后和皇帝带着两个小崽子出去 看着幸福的一家人 罗伊不知道有多羡慕 不过皇帝说得对 自从开国以来 皇室和萨克森相互牵制 没有人会愚蠢地去打破这一瓶盒 幕后之人到底是谁呢 可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他又梦回到了那个时候 母亲一脸怨恨地看着他 罗伊你怎么能背叛我们呢 可不能说堂堂男爵没有用 就是受伤想用还是能用用的 不过要公爵大人自己多出点力儿 受伤的男爵从噩梦中惊喜 还没回神就被躺在身边的公爵下了一刀 只见塔克马尔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罗伊小心翼翼问他什么时候来的 公爵直接无视他这个问题 而是把手伸向他腰间包扎好的伤口 直接用力地抠了进去 顿时鲜血淋漓 真是个没用的废物 作为萨克森的圣骑士 居然能挨了刀子躺在床上 罗伊忍着痛连忙跟他的公爵大人认断 随后又问公爵之前去地下室 是查到袭击他的幕后主使了吗 公爵说到袭击者还有一个活口 但是没问到有用的东西 然后气愤地指责罗伊什么都没弄清楚 就直接把其他袭击者都杀了 现在连点线索都没有 罗伊立刻道歉都是自己的错 公爵可不管如果没杀掉袭击者的话 罗伊早就死得透透的了 像你这样没用的废物 我到底为什么还要把你救回来 罗伊尴尬地笑笑 说不定我还有其他的用处 听他这么说公爵直接翻身跨坐上去 问下面呆愣的人 说说看哪里还有用 切身感受到什么让罗伊瞬间满脸通 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 公爵看到他腰间的伤口又粉下身 就你现在这样的 谨慎的那点作用也没用了 说完就要坐视离开 见此罗伊慌忙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恳求公爵能上来试试 那样他可能还能供点 试出的结果公爵很满意 只是现场犹如案发现场 罗伊最后伤口裂开 湿血过度疯了过去 得知公爵可能会遭遇到危险 才清醒过来的罗伊不顾身上的伤 连忙起身就要去找他的公爵大人 而我们的公爵大人正在被人挖墙条 塞德亚这个老六不停想再借点钱 还想要约公爵共赌粮消 可我们傲娇的公爵是这么好约的吗 借钱可以还想要他的人简直痴心妄想 一眼就看出这人想要耍什么阴谋 不顾塞德亚的挽留 公爵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坐在回去的马车上 伯爵一直在想塞德亚身上那枚胸针 好像在哪里见过 对了应该不是胸针原先是耳环才 这时马车突然摇晃起来 外面传来箭矢的破空之声 紧接着一只剑擦着他的脑袋 射在背后的车厢上 前面的马夫已然重剑身亡 这次肯定是凶多吉少 可就在千军一发之间 马车突然就停了下来 公爵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 就见车门被打开 罗伊一脸担忧地出现在他面前 看到他没事明显松了口气 塔克马尔真是万幸还好你没事 下意识地就想上前把公爵抱定怀 却一口老血直接喷了出来 跑得太急了伤口本来就没愈合 这一系列的事情下来真是要了他命 公爵大人见此并没生出钉点灵气 他一脚踹开挡在车门口的国医 让开别在这装死赶来刺杀我 看是活得不耐烦了 射箭的都是什么人 罗伊懊恼地抓着头 抱歉我一着急全砍了 我得先让马车停下来 听他这么说公爵意外地 没有继续为难罗伊 算了我已经知道幕后主使之人了 罗伊疑惑倒是塞德亚伯爵吗 他现在负债累累 已经还不起公爵的钱了 所以才会铤而走险 公爵白了罗伊一眼 就他还没这个胆呢 罗伊更不理解了 不是他吗 上次袭击我的也不是塞德亚吗 伯爵一脸冷笑 你费尽心机处理掉 那些家伙的幕后主使 不是塞德亚伯爵 而是斯瓦本前任男爵夫人 也就是你的母亲 男爵怎么也没想到 暗杀公爵和自己的幕后主使 竟然会是他的母亲 所以当塔克马尔一脸冷笑的 讽刺他故意不留活口时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公爵冷哼一声 罗伊斯瓦本你到现在还要装傻吗 你母亲以前不是就想要杀我 试图再次杀人有什么好奇怪的 罗伊一脸惊讶什么以前 真是死鸭子嘴 公爵倒是愿意帮他回忆回忆 别装作一副不知道的影子 还记得那有毒的饼干吗 为了避免我们怀疑 你甚至和我们一起吃 那天他见罗伊很久没来 就独自去找他 从下人口中得知罗伊在房间 本来想悄悄溜过去给他个惊喜 结果听到他在那儿自言自语 他们竟敢要给他和奥托下毒 把毒下到饼干里 再把解毒剂放到果汁里 以为会神不知古不觉 他拿出刀就想解决掉这个危险 你觉后患 反正到时候爷爷会给他上后 罗伊听他这么说顿时一惊 当时你就想要杀我 那时你才十岁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公爵笑他真是愚蠢 你和我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再说某人小小年纪 就拿来下了毒的饼干 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可惜你家下人 毫无戒心地告诉我你的方 本想就这么割断你的喉咙 没想到你突然就哭得那么伤心 嘴里还不停地向你父母道歉 对你下手的念头 想想各种善后工作挺麻烦的 而且你也当场给了我们解药 所以我就决定放你一马 不过像你这种给人下毒 又逼着别人喝解药的可够于语 罗伊羞愧地低下头说那时候害笑 杀人这种事对他来说太害怕 所以才会那么做 公爵突然靠近撑起罗伊的头 我很庆幸当时没对你动手 完全没想到你有这么多的语 被公爵这么一条戏 罗伊顿失恋红心跳 这个你懂哪学的 公爵傲娇地说自己无视自通 这种关系你是第一个 我讨厌别人的触别 但和你做比我想象中要好 而且还没有任何后顾之意 听他这不负责的话 罗伊控诉道 难道你想要的只有我的身体吗 真够无情啊 你知道我对你 公爵打断他的话 我知道你喜欢我 从以前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喜欢我 公爵一开始就知道他那点心思 失定了他不会有任何的背叛 罗伊都没料到对公爵的这份喜欢 会有这么执着 从一开始 罗伊不管母亲对他如何羞辱 他都甘愿去做公爵的一条狗 就连母亲不停地催促他去杀了公爵 他也没想过要动手 一路上罗伊都心事重重 突然一个女佣拦住了他 少爷不好的夫人他死了 罗伊得到这个消息很是震惊 第一时间赶到囚禁他母亲的那里别墅 亲眼看到母亲冰冷的尸体时 内心很是复杂 还没等罗伊理清头绪 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吵杂声 紧接着赛德亚伯爵就闯了进来 看到前男爵夫人真的死了 他崩溃的瘫坐在地上 这下全都完了 罗伊上前揪住他的衣领一把 把他拽了起来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和我母亲到底是什么关系 赛德亚看到他突然有希望 对你是圣骑士 还掌握了萨克森所有的骑士团 只有你能杀死萨克森公爵 另一边公爵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这么快游戏就结束了吗 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无趣多 看来是怕他报复竟然自杀了 不过怎么说也是前男爵夫人 葬礼还是要去看看他 罗伊母亲的葬礼举行得很简单 对于母亲的死他其实很伤心 他从赛德亚口中知道了一切 他母亲有预谋接近了伯爵夫人 后面伯爵财政危机 他就提议伯爵去找公爵借钱 并给他出谋划策 条件是借来的一部分钱和借底 要交给男爵夫人保管 没想到他用这笔钱雇人去暗杀公爵 因此伯爵被迫牵扯其中 所以他不敢声张 以免自己背上大逆不道的罪行 开始罗伊并不相信他的说辞 这难道不是赛德亚伯爵主导的吗 他们可是连我也一起暗杀 伯爵却告诉了他不敢相信的事实 男爵夫人本来就想要杀他 说他是家族的叛奴 而且想要暗杀公爵 必须先把他这个半角式处理点 罗伊没想到母亲会如此的恨他 就算失败了 作为暗害公爵之人的儿子 要想平安地活着只能背叛公爵 男爵没想到唯一的亲人 却想置他于死定 母亲这最后的大招简直超神 这下公爵会怎么处理他 在他还不知道怎么面对公爵时 公爵自己却找上了门 怎么样和赛德亚该问的都问清楚了吗 罗伊一脸的沮丧 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只是还有些小不明白的地方 母亲都消停了这么多年 怎么突然又会生出暗杀的念头 还有就是他这么自私的人 自杀的理由又是什么 接着罗伊拿出一缕头发 我的头发是你送过来的吗 面对罗伊的质问公爵大方的藏人 把你剪下来的头发送给男爵夫人 刺激他行动的人就是我 我一直看他都很爱人 你苟延残喘地拼命赚钱养活的人 却不停咒骂你是家族的罪人 还没事就把你叫过去让你杀了我 你知道吗 每次见完他回来 你那副表情有多糟糕 所以我早就想要除掉他 正巧有个能接近他的角色 赛德亚那个满脑子 只有虚荣心的存在 但是需要刺激他行动起来 先找人伪装成传道士 给他传递消息 让他误以为 萨克森公爵已经厌倦的男爵 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带进拷问时 听到类似这种让他恐慌的谣言 男爵夫人就偷偷开始攒钱了 趁机我让人把你的头发送过去 男人被砍断头发一次显了印 加上那段时间你又没去找那个女 是激发他想象力的大好时机 他很害怕下一个被拷问的对象变成自己 没想到为了自己连亲儿子也想杀掉 而且暗杀一失败就马上选择了自杀 是太害怕被刑讯了 真是个让人厌恶的女 罗伊只觉得浑身充满无力 再怎么样他也是我母亲 公爵皱起眉头 可他想要杀了你 罗伊痛苦地双手捂住脸 他是我在这世界上仅存的唯一一位亲人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当初你给我选择权让我活下来 然后把我一直留在你身边 给我权力给我武器给我女 公爵不以为意地说 就算一条狗也需要牙齿 听此罗伊一脸认真的盯着公子 难道你就没想过我会背叛你吗 做出这么多伤害他的事 都不怕自己会被背叛吗 背叛吗公爵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这种是可能吗 他一脸戏谑地慢慢贴近罗伊 是我允许你自由出入萨克森的 还赋予你圣骑士团长 这一强大的军事权劲 你随时可以带领圣骑士包围我 威胁我和奥托或者直接杀了我 但你并没有这么多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你那么大权力吗 因为你只是我的一条狗了 一条卑微且忠诚的狗 被羞辱到的罗伊用力将面前的人推开 身体也止不住地颤抖 现在这种情况你还要继续伤透我的心吗 公爵拍向自己的胸口笑得很是傲慢 所以你想现在杀了我 罗伊哆嗦着半天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狮辰的后退几步无力地靠在墙上 而公爵更是栖身上前抬起他的脸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多的 看看你这副母亲 失去活下去的欲望只剩下绝望 骨子里还摆脱不了奴隶的本性 其实有时候我真会有一丝期待 你会不会背叛我 会不会杀了我 但最终你还是会放弃 罗伊替他说出的原因 就因为我爱你对吗 公爵露出灿烂的笑容 对这点让我很满 自己小心珍藏的感情 只换来心上人满意两个字 公爵对他还真是残忍至极 你就这么肯定我不会那么做吗 公爵很自信地回答 我认识你已经二十年了 就算爱情也许会变 但是本性是不会变的 罗伊抱着最后一点期许问 你真的爱我吗 公爵脱口而出怎么渴 听到这个答案 罗伊失望至极 原来如此 那样的话我决定背叛你 这次是真的 公爵见人要离开也并没晚 只是对他说道 行随便你 我明天要去塞德亚那里 你记得准备一下 对于罗伊的威胁丝毫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公爵一出门 就看到等候已久的罗伊 果然如他所料 他最终会放弃一切 屈服在他的脚下 成为他的所有物 就像小时候爷爷教他的 如果你想要的东西 已经有主人 那就把他的主人 或者能成为他主人的人 全部杀掉 晚上被罗伊服务的神清气爽 公爵盯着眼前熟睡的人 这张脸长得还真不错 流汗的样子也让人很有感 公爵下床伸了个懒腰 一切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地 他拉开抽屉拿出里面的锥子 想到罗伊说要背叛他 眼中立刻透着胸光 还是杀了他比较好 可看到熟睡的罗伊毫无防备的样子 心里还是舍不得怎么回事 下一秒他丢下锥刺抱住罗伊 算了下次再说吧 不管以前还是现在 他只是他的一条可爱的狗